岁续更替 华张日新 春围岁首 携梦想与希望再度出发 重庆乌山县夏庄村四周被千米绝壁包围 毛向林代理村民历时七年 在悬崖峭壁上凿出一桥出山路 你们的想法没有 把你的父亲说过天开 如今 毛向林正带领村民们发展柑橘产业 推荐乡村旅窑 又蹚出了一条致富路 作为中国古科界的领军人物之一 王妍孜孜不倦 探索创新 在国际上首创了新型脊柱精准去松脂骨结果术 让患者重新停起解量 改写人生 使命感更强了 从卫生体系这个整体改革方向 为参症医症提出一些好的建议 医者肩负着最宝贵的使命 为生命点燃希望之光 走了很多地方 调研了 我觉得应该去了有三四十个地方 我提出来的最边缘的江村医师 医疗资源下沉 国家提出智慧医院 怎么样我们这些数据 才能形成真正的大数据 来指导治病和治疗 从重粮人到全国人大代表 如何让农民多重粮 重好粮 始终是碧利侠关注的重点 目前我们的基地建设 正在提短升级 我们的高标准能源项目 也在进一步的推进 我相信2024年 我们的农业生产 将会迎来一个很大的丰收 一路走来 有涉滩之险 有爬坡之坚 有闯关之难 我们看到实干者 挥洒不尽的汗水 只有根植到这个土地上 只有把你的所有的爱 撒在这个土地上 这个桃医村才能可吃予发的 凌清创新者 较动不细的脉搏 加快顶层创新制度设计 打造创新生态制度体系 感受人民代表 为民履职的默默深情 多跟老百姓去沟通 多为老百姓着想 心之所细 行之所至 路在延伸 见证奋斗与荣光 建议将我们南方地区的农用大棚 能够纳入我们农保的保险范围之内 助力国家区医疗中心的建设 服务健康中国 通过我们的家站点 把更多的居民的声音的汇聚起来 时刻关注着教育事业的发展 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更加完善基层的智慧健康养老应用平台 为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发展创造条件 无障碍怀季建设法的科普 培训 以及无障碍怀季都道 春风浮绿草木 大地不发生机 宁心俱力再出发 人民殿堂传递出信心与希望 百川到海汇聚成团结奋斗的 磅礴力量